就著今天的財政預算 公民黨在這裡作出各方面的回應 除了我之外有三位區議員 分別是李宇信、劉德布和劉家文 就著這個財政預算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不理會你們什麼政治取態 我想都幾難收貨的了 尤其是現在這個水深火熱之際 有很多香港人其實都在面對失業的問題 家裡都不知道怎樣交租等等的時候 你期望一份財政預算是可以幫到他的話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極度會失望 尤其是在過去我們可能會經常說 借錢當然要還給錢中介 政府現在出來就做了這個中介角色 還幫你擔保幫你借錢 我覺得這個財政預算 是沒有令香港人可以有對將來任何的希望 甚至乎是去到一個絕望 已經不是去到失望 一份這樣的財政預算 在過去呢 林鄭最厲害說了一番說話 就是錢解決到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那這一兩年發生什麼事呢 哪個大花童呢 在立法會裡面不斷有不同的大白象工程 在過去立法會議員是盡量來認真去審議這些撥款的時候 就往往被人說你阻止施政 但是結果呢你看到現在什麼狀況呢 立法會裡面只有保皇黨的聲音 所有的撥款全部都是極速批核的時候 去到今天來到庫房是出現這樣的狀況 就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呢 財政上面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也都這麼大的財政 要拿錢出來已經拿不到了 那所以呢大家會見到 這個就是現在的立法會處於的一個後遺症的狀態 那好吧我分別就交給幾位身邊的區議員 來針對每個項目來反應 好大家好我是東區區議員李迅 其實相信過往一段日子呢 跨政黨跨政治立場呢 都曾經提出過一些書記民困的一些方向 包括全民派錢 包括要求訂立失業援助金等等 去直接到位地去處理現在疫情底下 社會面對國安國業蕭條 以及很多的失業高企的一些問題 但是政府今天呢 竟然是用一個失業借貸的方式呢 去將他原本應該要派錢的一個責任 和一個應做的做法呢 是拿了去要求一些失業的人 去鮮洗未來錢 但問題在於過往一年以來的疫情呢 無論是商戶 無論是打工仔 其實不少人都要打多幾份工 或者是要向不同的人借錢 向業主要求 可不可以免租等等的方法 去度過這個時間 去到今時今日 財政預算案竟然是告訴大家 我們其實都是 政府原來都想幫失業的人 就是推你去借貸了 這樣這個是十分之荒謬 以一個常理來說的話 我是完全理解不到 就是一個失業的人 前提是有機會是還欠很多的不同的錢 去到最後 就是怎樣能夠回到本去還回這百萬元呢 這個是十分之困難 很不合邏輯的一個做法 而政府呢 好像在這個失業的財富裏面呢 都提及到有包括自由的職業人士 好像一個很新穎的政策那樣 但其實他也沒有去參考過我們早前所提出 是要求呢 是要求呢 就是這些職業人士呢 做一個為期半年 起碼每個月一萬元的一個這樣的支援 才是足夠的 因為職業人士 一個彈性勞工的狀態呢 更加是難呢 在疫情底下一個安穩的生活 如果你再推一班自由工作者去借貸的話呢 其實也是解決不了 他在疫情之間呢 所面對嚴重的狀況 而政府呢 第二方面呢 也都有去講過 原來在政府物業裡面呢 受停業限制的一些商戶 是可以得到100%的免租的 那這個又帶出了另一個邏輯的問題 就是政府如果承認 受停業影響的商戶呢 是應該要免租的話呢 那為什麼不應該 除了自己的物業呢 也都要去呼籲 就是在私人市場的一些業主呢 其實都要去減租 然後也都要實質地呢 在財政預算提出一個月的撥款呢 用資源直接去資助一些 受著社交距離 停業處所的法例影響的 不同的場地 包括按摩的美容的場所啊 包括健身中心啊 食肆啊等等呢 其實呢 過往四輪的抗疫基金呢 是完全是不到位 是只能夠緊緊去幫到租金的一部分 對於整個的商戶的營運開支 還有人工等等呢 其實完全是幫不了手 那往一輪去幫一些這些行業 受這些行業影響的僱員 另外呢 也都留意到 就是政府大筆這樣去 用八十億來去 加到國安處的運作那裏 這個開支呢 其實呢 正正是 西易援助金能夠成立 一百五十億的一半的開支 如果政府面對 就是社會疫情底下的問題 竟然是用大筆的開支去想著 怎樣去增加維穩費 而不是想怎樣去解決民生的話呢 我看不到這個財政預算案 是怎樣幫到 今時今日香港人的手 所以 正如剛才所說 現在立法會剩下建制派 連建制派自己想爭取的措施 都爭取不到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政府 和這些所謂的建制派議員 究竟做了些什麼呢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都存有很大的質疑 接下來交給余德寶 講講關於一些舊區的支援的問題 大家好 我是公民黨 由展望區副主席余德寶 就著陳茂波今天推出這個財政預算案 我們見到他是很有勇敢的 你這麼說 現在市民已經去水深火熱 民怨沸騰的時候 他既然推出一個 應該是歷史以來最少坦份 最少市民受惠的一個財政預算案 但是當然我們相信 財政預算案仍然是能夠順利通過 因為補王黨 建制派 就算幾不喜歡都好 面對幾多民間反對都好 他們的責任就是支持 和通過這個財政預算案 否則的話 他們都擔心自己 有機會違反這個國安法 但我有兩點想說的 第一點就是 對於基層市民來講 他們是在這個財政預算案裡面 是得不到任何的得益的 包括公共的居民 我之前都講過 有不少的居民向我們求助 他們可能真的交不起租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已經失業了半年了 以上 他們交不到租 現在政府推出 有什麼政策給他們呢 第一點就是現金 五千元的一個消費券 話論是借貸 市民就會問 那是不是用政府那五千元的消費券去交租呢 交不交到呢 事實就是交不到 話論是否借錢去交租呢 這個是否政府現在的施政方針 令市民居然不交租 都要用這些方法去處理 而不是你行回去過去十幾年 就是後過免租 免租一個月就好 兩個月都好 能夠減輕基層市民 公屋居民的負擔呢 第二點就見到 針對著長者群組 他今年應該歷史性裡面 只是給半糧 就是本身的糧裡面多一半而已 那這個應該是歷史上第一次的舉動 我相信 就是政府 離地的情況 是很難夠 令到市民 或者特別是長者 能夠說服 我說的是 生果金 是說的是 一千五百幾元 一千六百幾元而已 給他多半個月 那就是 加多七千幾元 七百幾元 即是換句話 是二千幾元 就能夠可以解決到 這半年裡面 或者一年裡面 長者在疫情裡面 面對困境嗎 絕對不能夠接受 第二點 當然我們早前公民黨 也都有推出過 有關三毛大廈的一些建議 包括 希望政府能夠資助 做一些喉管的一些修緝 今次我們見到 財政預算案 政府也都是拿了 十億 是協助 或者資助 三千棟的三毛大廈 是進行後盤的一些維修 我相信它是希望解決 現在疫情 透過這些可能環境污染 所引申的情況 希望能夠去壓止疫情 但我們見到的是 不單止是三毛大廈需要協助 有一些是比較 經濟困難 比較嚴重的一些 小型的一些 業主立案法團 或者他們本身資源 比較少的法團 其實都需要相關的協助 希望政府能夠放寬 協助他們 進行相關的一些維修工程 能夠透過這個方法 去壓止疫情 剛才余德堡也說到 五千元的消費券 我們其實可以見到的就是 根本這五千元的消費券 是完全沒有辦法去緩解到 我們現在市民受疫情之困的 一些嚴尾之急 因為其實往年派錢的時候 很多市民都會說 其實他們會把這些錢 可能拿去交租 或者是應付日常的需要 但是這五千元的消費券 除了我們不要說 行政的程序 或者可能發展那一套系統 要用多長的時間 這五千元才能下市民的袋子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五千元 其實是對於市民日常 即可能交租 剛才余德堡所說交租 或者是可能買送 其實是完全毫無幫助的 那我們這五千元其實很明顯 都只是幫助一些財團 或者一些大型的商店 因為很多小店 其實我們都知道 可能街市啊 或者是一些很小型的店 其實他們甚至乎連 八達通的支付系統都沒有的 即使這個電子消費券 是可以在八達通用也好 其實都不會在那些小商店那裡用到 最後是哪些人得益呢 其實就很明顯看到 是一些大的商店 大型的連鎖的商戶 去得益的 即是我們連市民在連租都交不到的時候 還說消費呢 這件事都真的挺可笑 第二樣呢 其實就是我們 剛才都批評了很多次了 政府今次的財政預算案 是這麼久以來 可以說是最沒有內容的財政預算案 除了在一些個人的排檔措施 可能一些稅項的寬免 或者是對於一些中小企的稅項的寬免 大縮碎之外 在一些很政策層面上的一些撥款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其實沒有特別著物 特別在醫療方面 除了看到它在開頭的時候 很大蝙蝠地宣揚政府 在疫苗上面做了多少事之外 投了多少錢進去疫苗之外 其實一些預防的措施 或者在今次的疫情 可能發現了一些本身的醫療制度 根本上我們之前都說過 就是一些傳訊的工作 或者是防護的工作 或者是預防性的工作 其實上面其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政府也沒有透過今次的財政預算案 對於針對這些醫療政策上的問題 有任何著物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個財政預算案非常之沒有誠意 另外也想說說 如果大家可能留意一下細節位 其實在警隊方面 警隊的OT錢 他們的新籌津貼 我們可以透過今次的財政預算案 看到他們去年的數 是超支了接近四倍 由三億的一個預算 去到追加到近乎十三億的超支 另外也都在這個特別用途車 即是水炮車那些的警隊的裝備上面 來年的那個撥款預算是增加了兩倍的 在這個市民水深火熱 我們每個行各業都是受這個疫情所困的期間 這個政府的紀律部隊 真是完全做不到心系社會 即是共渡時間 這些的意志 完全張獻不到出來 之前我們在公布公民黨的意見書的時候 其實也都說過 我們是想這個政府的紀律部隊的部門 警隊去彰顯他們所謂心系社會的意志 去減薪或者減撥款 去和市民共渡時間 但是今次的財政預算 我們看到不單止是沒有減到 還要是越養越肥 這個呢 是不是真的在這個疫情之下 這個財政預算案 是可以安撫到民心的一些措施呢 即是完全不是 這一個 OK OK 好 大家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是 首先想問一下 即是今次 你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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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很多 有誠實 有所謂的 所以 你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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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第二個問題 就是想問 關於 即是中招禮物 那時候 你覺得是虛擬的 之後呢 就應該要遲限 裏面 那時候 當中可能 有一些細節 但是 你覺得會怎樣 裏面 就是可能 他會有些 所謂的 折迫 或者不得政府 等等 好 兩部分先 第一部分 關於撥給國安 那80億 其實是沒有交代的 究竟裡面是會怎樣用 給多少人用 打算用多久 會添置些什麼 會不會直接去買物業呢 不知道 總之 錢就要付 另外 你如果把這80億 放在民生上面 我想會好用很多 尤其是現在水深火熱的情況之下 很多市民是面對失業 面對不知怎樣交租 很多店鋪面臨結業的時候 你就現在拿80億 放在國安那裡 而且是不知道怎樣用 這一個我相信 普遍香港市民是需要一個答覆的 或者清清楚楚 當然要交代這80億 你想用來做什麼 至於你說劉國昏說的那些 其實我不太想理他 因為其實都多餘的 你現在根本上全面性來到押制 這班區議員 或者是民主派的區議員 或者是將來 不知道還有沒有 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你還要再加多一個篤灰委員會 還不夠 其實不如你簡單一點 以後任何民主派的人要參選 不如全部都要經過建制派的人同意 你才可以參選就行了 不用加多事情 不要不麻煩 好嗎 目前為止 我已經說了 8億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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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量的錢 特地在這個資料 我們沒有任何人會用它 我們不知道 如何使用它 如何使用它 或者是否有多久 或者是否有任何公共產品 我們完全沒有解釋 我們沒有解釋 我認為 在香港 香港人們 政府沒有解釋 很多人通常 很多香港人 受益 就是你用的 以前一年一年 现在使用它 允许用以外 以外免购书 你能其实将它允许的钱 以外的香港人 比方允许用以外兑购书 用更多的效果 如何使用它 有些人可能已經2-3個月後 在購物後 有些人已經在購物 所以是有更好的方法 給他們1個月 在購物後 所以他們會有更多選擇 但節目的時數就不為止 要求就為此不變 你覺得下條門的安排 合合你會否想淫乾港台 我想都是一步步 你看到的 港台面對前所未有的打壓 其實每一年都想辦法 想像辦法怎樣淫乾港台 現在又換處長 又見到一些記者不去做藥 其實這些一步步 都是看得到是這樣做的 現在又要再削減開支 其實不差異 因為這個所謂的收窄 或者這些紅線 只會不斷來碰香港人 好 謝謝 謝謝